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年一年要祝福大家扭转乾坤 事事如意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农历春节假期前 金融首长春安联合慰问 坚守纲位的锦销易销及名利同仁 感谢他们的辛劳 而最新一份县市长施政满意度指出 金融市长林又昌排名第六 市长将荣耀传给全体市民 来到金融市警察局 市长林又昌听取简报 金融市春安首长联合慰问 八号晚间从金融市警察局出发 市长 市长同安 市长同安 林又昌第一站来到少年队 致政春节加菜金 期许同仁坚守岗位 让民众安心过年 一般的市民民众 大家开心的过年 那也希望大家记得 有一群我们最辛苦的警察同仁 还有我们名利的相关的这些 邪情的能力呢 在守护着大家的安全 然后维持了交通的治安 所以当我们在新年 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也存在一个感恩的心 而针对某电视台 近期一份县市首长民调 金融市长施政满意度排名第六 满意度高达百分之六十六 对此林又昌说 这份荣耀要和金融市民分享 那这样的一个成果 不只是属于市长的 我想这一份成果呢 是属于我们所有金融市民 还有跟我一起打拼的市府同仁 那市长还要继续加油 今年延假长达七天 市长感谢春节留守警察 也期许大家把春安工作做好 大家欢喜过新年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另外金融市长林又昌 也特别前往慰绕环保局的清洁队员 感谢清洁队员们的努力 服务获得市民好评 而攸关空气品质的PM2.5 金融市已经降到11.1 和宜花冬一样好 过年前夕金融市长林又昌 特别前往环保局清洁队第一区 队致政奖励金及礼品 感谢这群环保兼兵 为维护市容整洁及服务民众的努力 他也将每月清洁奖金逐年调升到8000元 和双北同样水准 希望鼓励清洁队员能更认真服务市民 除了市容环境整洁或市民好评 代表空气品质指标的PM2.5 金融市更降到11.1 和宜花冬一样 甚至比美国数值还低 台北市定了一个目标 要在2035年的时候 把PM2.5降到10左右 那不过我想跟所有金融市民报告 其实我们金融市现在就已经降到11.1 这个是我们除了 我们是跟宜花冬 跟花冬地区同样空气的品质 所以今年是2021年 其实我们已经超越了美国的一个标准 达到11.1 每年的空气品质都在进步 我想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也在这边跟大家来报告 其实我们已经超前部署 然后也提前达标 迎接农历新年 环保局方面2月4号到2月10号举办环境清洁周活动 并扩大执行住家垃圾清理 大型废弃物及支援回收物的清运工作 其中除夕当天收垃圾到晚上6点 初一到初三停收垃圾 改为在七区17处地点定点放置垃圾车 呼吁市民共同配合 这次环保局依网力依旧工作到除夕 除夕的当天有收运垃圾 最晚的时间是在6点 为完成全市的一个垃圾的一个收运 麻烦市民好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基隆市政府环保局的一个APP 看垃圾车的位置 我们希望这一段时间 市民能够提早将家中的垃圾来拿出来 如果真的来不及 那全市有17个定点 在晚上的9点 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 在定点依旧有收运垃圾 那希望所以市民好朋友 能够把握除夕最后的垃圾收运时间 记者张启腾黄少明 常文报道 快过年了 金融市议员张耿辉 秉持服务乡亲和基层的热圈 展开担任市议员前后连续20年的 春安慰绕行程 共25个单位亲自到现场 慰绕辛苦的基层人员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连续第20年 亲自到警察局第三分局制证泡面及水果和春联 慰绕辛苦执行春节前后工作的警察 今年更加入基隆慈泡工一起参加慰绕行程 慰绕物品由分局长代表收下 特别感谢张艺作 20年来每一年都在春节期间 特别的准备了丰盛的那个礼品 来问问我们同仁的辛劳 那这边我这边也在借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三分局辖区的居民 我们在我们重点节日期间 从2月3号到2月17号 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出眼门 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安全 那当大家有要去 在金融机构提巨款的时候 也麻烦通知我们一下 我们会有相关的护款 护款的勤务 那保护同仁的 保护你们的安全 另外也呼吁一下 特别过年期间 要特别要注意疫情的 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特别防疫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这边谢谢 谢谢大家 就这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完事如意 谢谢 每逢佳节被施金 尤其在过年期间 还有一些留守在这边 坚守岗位的警察 还有我们公家机关的相关单位 晚上也有行手队在执行 这些都非常为我们家园在捍卫着 为治安在捍卫着 然后在这段期间 我想让我们路过的话 这些市民好朋友 不妨对于这些留守人员 给他们打打气 那这一次是我们 服输第20年 来实施我们春节前的慰问 这一次刚好也结合 我们持后宫的 我们的郎公主的团队代表 一起跟我一起来慰问 然后借这个机会 也要祝我们所有的市民 新的一年扭转乾坤 行大胤身体健康 也希望我们这个疫情 赶快远离我们全球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做好我们防疫的工作 首先我要感谢基隆市张议员 给资奉公这个机会 然后跟同来 陪同张议员 到各个公家机关 警察大会来问问我们的公务人员 那在春节期间 也感谢这些相关的留守人员 与春节期间守护民众的安全 持续不打扬的服务 然后在这边也谢谢他们的辛劳 那基隆持奉公在此也祝大家新春愉快 行车出入平安 谢谢 市议员张耿辉也呼吁民众经过警察分局 或是派出所以及供车处等这些过年 仍然不休息 辛苦为大家服务的单位时 可以向他们打个招呼 谢谢他们的辛劳 随后张耿辉和服务处志工以及助理们 也到包括消防分队 公车处分站 环保局分队 巡守队等总共25个单位 制证水果和春联 慰绕辛苦的基层能源 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议员陈宜 结合三军总议院 举行免费的健检送春联活动 希望让民众健康开心过好年 55岁以上 容易就很容易骨质掉得很快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还好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 这些牛奶起滋维他命豆腐 这些还是要多吃 细心的向营法族解说 骨质疏松症的症状 三军总议员的医师提醒年长者 制度的运动之外 也要补充营养 骨质疏松它比较麻烦的就是 它没有症状 它是个无声的杀手 那你不会有症状 大部分很多人如果没有做检查 等到他知道的时候 就是跌倒骨折的时候 那当然就为时已晚 大概我们都会这样 女性大概抓55岁 停经过后 男生大概抓70岁 当然如果你有慢性疾病 糖尿病高血压 或等等比较慢性疾病的话 你可能时间要提早 游市议员陈怡和三军总议院举办的 议诊活动在新义区公所举行 现场还发送喜气的春联 让民众拿回家张贴 可以拿回去 贴在自己的门口或者是店家都很合适 这个议诊的服务呢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三军总 那个孙医师呢 他来这边做 帮我们民众做议检 那也很感谢我们 妮可美丽白董台 白姐在地方呢 有做这些爱心的活动 那他是希望呢 我们这种骨头疏风症呢 太普遍了 而且我们社会都是很高龄化 那做这个疫情活动 让民众知道 骨头是对我们身体有多重要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加强基隆庙口夜市防疫宣导 以走动持牌的方式 宣导民众要戴口罩 而基隆城隆庙 原本农历初四要送发财金 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后至农历三月初三 城隆圣诞日发送 而初四请来求财的民众 庙方会贴心的准备 限量版的财神口罩 大白天基隆庙口摊贩 忙着准备食材 但受到疫情影响 隔板都已经准备就绪 要让民众安心上门消费 因为我们都有做防疫准备 我们要担心你们 而且他们也很早过来 过来这边也都戴口罩 所以就很简单 少不问的人就有了 就是因为吃饭的关系用餐 所以口罩就要拿下来 对 要不然就 对不是很方便 就是避太高峰期 然后等人比较少的时候 就尽量跟大家错开这样子 有啊 其实都有隔开来就比较安心 嗯 其实还蛮好的 虽然没有强制力要求民众戴上口罩 但知名的民产摊贩前 民众戴着口罩 大牌长龙 准备采买礼盒 没什么人的时候 为什么 啊就不想人太多 对对对 早上一来就去买年货就对了 对对对对 在防疫的角度上面 我们当然希望所有来这边 能够逛街 然后过年的旅客 都能够佩戴口罩 那当然在摊商的部分 是我们可以要求的 那旅客的部分 除了我们今天做柔性的宣导以外 那其实在卫生局 也有相关的一个法令 会去做一个规定 那也希望各位游客 能够保障自己 跟所有其他游客的安全 而农历大年初试银财神 每年基隆城隆庙 都会涌入大批信徒 但配合政府防疫 许多城隆庙大年初试 发送发财金的活动都延后 基隆城隆庙发财金 延后到农历三月初三发放 也准备了限量的财神口罩 要让民众讨喜气 疫情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 研制到3月3号 城隆圣诞 以及财神圣诞的时间来发送 那我们只要出事的时候来参拜 我们就有赠送 我们制作的财神口罩 让信徒都拥有 这种财神口罩的一个氛围 那一起就是在这个期间 大家保平安 迎接牛年 城隆庙准备了2000盏的生肖灯笼 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由撼动HDA 前往学校进行版图宣导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别忘了做好防疫 能够开心过年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牛转结婚 新年快乐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过年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金融市政府发挥创意 在一楼的大厅 打造1比1比例的红砖老屋 现场还有干妈兆的 古早味零食及木马等铜腕 一顺利就吸引了许多民众 前来拍照 我以前都吃过啊 这个也吃过 这个也吃过 这个 这是用抽的 这个也有 王哥柳哥 看到小时候熟悉的零食 金融市长宁游昌也忍不住拿起来回味一番 这里是金融市政府的一楼大厅 金融市政府发挥创意 打造一座1比1比例的红砖老屋 从客厅餐厅长条木椅到复古皮箱 再加上干妈兆的古早味零食与铜腕 70年代的怀旧风超级吸睛又好拍 大家如果最近有到市政府来洽工的话 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温暖 过年喜庆的一个布置 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能够有一个家庭温暖的一个感觉 有回到家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布置了一个 比较怀旧的一个场景 那包括这些小时候的一些零食 然后包括这个很有怀旧味道的 一种家庭的生活的样子 我带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只是平面的而已 但是实际可以走进来 开门然后有窗户 而且你来洽工的时候 从这边过去就是我们这边最 大家经常来的这个199的服务中心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团圆的概念 给基隆的朋友 今年不一样的感受 充满年味的红砖老屋 以色力就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有吃又有玩 让大小朋友多开心 我觉得不错啦 有童年的回忆 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年代 那现在小朋友看着都很喜欢啊 我也带我孙子来啊 有来拍照 很酷很特别 就是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市政府里面看过有这样的 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大家来拍照打卡 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打卡 是让大家觉得有一个家的感觉 就是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家打卡 然后拍照的地方 人市政府里面放了一个这样子的景色 非常的有趣 然后有很多东西都还满回味的 对然后我们这边有长服务 这个很漂亮很有趣可以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现场还发送限量版的网路梗图红包带 金融市政府方面更举办新春打卡送彩蛋活动 民众春节期间自拍网美照打卡上传 就可以获得限量150份的小礼物 牛肉厂也邀请民众 在保持社交距离做好防疫下 到金融市政府重温旧时童年春节美好时光 开心迎接牛年的到来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而快过年了 许多民众都要返乡围团圆 被许多四主视为家人的毛小孩也不例外 有业者就推出了宠物年菜 让家中宠物也能开心的和主人感受温馨的过节气氛 发豆哈吉开心的吃着美味的食物 这是宠物食品业者新推出的牛转乾坤宠物年菜套装组 运用金融在地海鲜制作的鲜食 需要让毛小孩也能跟主人一同享受过年围固的欢乐气氛 这一组的宠物年菜套组呢 我们是结合金融的在地的山海产 来去做一个宠物年菜的部分 那我们来采用真主的方式 是因为食物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是水龙性的营养素 那我们用真主的方式才能够保留住它的一个营养在里面 那我们就是标榜的就是吴天家 然后纯手做的一个天然的毛小孩的一个鲜食的部分 我觉得金融有很多很好的食材 那毛小孩也是要过节 那我一整个我觉得说我们可以让他们也享用到我们金融的山海产 然后让它有一个跟主人一起围固 或者是有伴桌的那种感觉 很有我们金融的一个海派很澎湃的那种鲜食餐给他们 这样贴心的做法也让有释养宠物的民众达为肯定 我没有想到连宠物都有团圆年菜 我想说如果有这个年菜的话 未来我们都可以跟宠物一起吃团圆饭 业者强调宠物年菜不只种类多元分量澎湃 更采用真主方式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 想让毛小孩能健康快乐的享用大餐 和主人一起度过愉快的新年假期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由于非法的机上和业者窃取正版内容播送 严重影响到正常市场的运作 检井单位缤纷多路 在新北 桃园 台中市等18个地方 扫荡非法 OTT机上和业者成果丰硕 行自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跟保护行大 执行竞评专案 扫荡非法OTT机上和跟窃取讯号的机房 成果斐然 逮捕到多名嫌犯 查获非法机上和778台 网路四伏主机9台 价值约新台币1200多万元 现在完成后 浏览器会自动弹出安装介面 警方发现 非法的机上和业者为了逃避追查 另外还成立了非法APP专属网站 来指引用户安装机上和收看非法影片 这样已经违反到著作全法的规定 经过估算 本次查记行动成果遭到侵权价值超过新台币10亿元以上 警方发现到犯罪集团透过网路四伏主机 破解了各大电视台的合法讯号 再透过网路传输到非法机上和 让消费者来收拾 已经侵害到国内外许多知名电视台的智慧财产权权 严重影响市场运作 另外警方也强调 这些非法机上和大多是大陆制造 在台湾贩售 可能会变成资安漏洞 成为骇客入侵 或是网路攻击的跳板 因此警方也特别呼吁 从事贩售违法机上和 跟架设窃取讯号的机防 可能会触犯刑法的妨碍电脑使用罪 著作全法重置公开播送等等 网网灰灰 数额不漏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而民众方面 也不要因为贪小便宜来购买非法机上和 希望一来 你的个资可能就会被外泄得不偿失 记者综合报道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悟昌 那在这个睡末的时候呢 特别借今天的机会 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呢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心想事成 一切顺利 那2020年呢 说实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一个不平静的年 那不过2020年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迎接2021 接下来要农历过年 那除旧不新 把这个过去的这些晦气 还有疫情呢 把它留在去年 那迎接新的一年 我相信台湾会更好 台湾加油 大家加油 新年快乐 牛年到好运到 我是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滋文 祝福大家金牛敲门 五福临门 新的一年健康平安 牛年行大运 基隆在去年办了很多特色的观光活动 包括振兵鱼港色彩屋的光雕活动 同时也入选为2020年前十大的热门国旅城市 基隆市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地方 也有很多好吃的美食跟美丽的景点 我们在这里欢迎大家到基隆来玩 新的一年奔向基隆 农历春节情间 北北基继承车春节加成运费 将从2月7号开始 一直到16号 共计有10天 每一趟加收20元 驾驶需使用新式计费表内建功能 选取春节加成 乘客依计费表金额支付车资即可 不得额外加收 因应农历春节 北北基同步实施计程车春节运费加成 从2月7号临时开始 到2月16号24时为止 共计10天 每趟加收20元 驾驶需使用新式计费表内建功能 选取春节加成 若未选取 人得依跳表金额向乘客收费 不得额外加收 这边要特别宣导 就是针对驾驶的部分 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要针对新式计费表上面 有一个春节加成键 这边要按下加成键之后 才会每趟次加收20元 那如果驾驶这边忘记按的话 我们还是同意以跳表金额 这边来做收费 所以忘了按的话 这部分就一样是 就不能加收20元 那另外宣导民众乘客的部分 就是搭乘的时候 就是同意以跳表金额 这边来做支付 所以如果驾驶朋友 有这边额外说 要照表再加收20元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是不符规定的 那我们就是民众统一 以跳表金额这边来做支付 也可以避免一些消费纠纷 疫情关系 影响民众搭乘计程车意愿 交通局呼吁驾驶 除了要确实戴口罩 多留意体温状况 也要加强车内消毒 落实防疫工作 就计程车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有透过一些 交通部这边有提供的一些管道 我们之前有提供一些口罩 那透过公共会跟车队这边协助 就是贩售这些口罩 让计程车驾驶朋友比较容易取得 那另外在我们计程车休息站的部分 我们也提供免费的漂白水 这边让驾驶朋友在休息的时候 也能够针对车辆的部分 能够做一些消毒的部分 那另外也透过公共会跟车队 这边来协助宣导 那我们其实请驾驶朋友 这边也是要每天 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体温变化 那另外针对车烫服务之后 那尽量做车内的消毒这部分 那确保乘客跟驾驶这边的乘客安全 交通局表示 春节期间若民众遇到驾驶 超收车资或聚在情形 可向公运处或警察机关检举 或拨打1999专线申诉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福您牛年行大运 一切平安哦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